继续将焦点转到市议会民政部门业务质询 由代理局处首长率领业务单位同仁接受备询 针对长达两个多月的代理期间 市议员是纷纷针对由文官系统代理的市政业务将如何继续推动 期待这些具有专业经验的首长们能撑起市政工作 要求进行中的建设绝对不能中断 大会主席李乔如在开议前介绍新任代理局处首长 勉励大家继续向前 随后登记发言的议员也纷纷关注进入代理期间的市府业务将如何继续推动 市议员吴义正认为高雄历经政党轮替之后的选举 历任市长都有值得延续的政策 希望现在的代理局处首长们能在重要的过渡期持续发挥文官的重要性 现在的整个过渡期以许说他们代理 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市政府的核心 他们只是职位上代理 可是工作其实都是他们在做 所以对高雄的过去跟现在会面对 未来会面对什么问题 坦白讲他们比我们更清楚 因为他们都有数据啊有些政策 那所以说我们政党市长市政府会轮替 其实他们没有轮替 吴义正进一步盘点现阶段来到议后重建时期 市府文官扮演重要酒色 除了稳住市政还要想办法接轨国际 尤其还有多项重要的市政建设不能中断 有赖经验丰富的文官协助推动 有些已经做很好的或做一半的或曾经提出来 还没开始做的已经有共识的 要让接下来的市长上任 不管他政见提的都什么了 但是那个很多一大部分都是这些工作在持续进行 甚至我们已经花很多钱了 不管是几千万几亿已经在做的事情 你当然要把而且是好的事情要接下来 那这是我们对一个市政府的一个文官 现在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希望 包括产业经济 城市外交 还有国际定位 市府将如何在代理期持续推动 吴义正提出建议 希望提供市府相关单位做参考 期待在市府团队的努力下 持续落实各项建设 保障人民的权益和福利 记者金线忠 黄兰军 高雄报导